刚刚讲到了那个阿里巴巴的挂牌IPO 有多吸引人 所以不用讲都知道 全世界的钱一股脑冲到了美国去 所以美元指数刚刚再看一下 美元指数哦 创下了新高 你看一个月来飙涨了3.38% 强势走升 但是如果阿里巴巴那边的钱买不到的人 钱回来了 台北股市当然今天油量就涨了 是因为这样吗 既然聊到了台股 阿里巴巴待会儿呢 鼠方姐 秦芬姐都会继续追 我先把台股问清楚 钱有没有回来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维太刚有讲啊 关股行库是做多的 这股心态是做多的 不好意思 今天变了惯性 买了5天之后 关股行库八大哦 今天是把它卖出来的 外资今天台北股市是卖嘛 对不对 请看借券 外资的借券金额 又是拍谁了 大幅度的增加到70.5亿元的借券金额 所以外资 比较偏保守吗 好像也不进来 我快速念过 首先一 台子期的进口数空单 今天9月份结算 10月份 十方姐有说10月份有一些转多单了 但是有待做观察 空单减少是个证明 而且更好的请看价差 今天台子期哦 10月份合约 正价差 它是好明显的扩大 十方姐刚说什么 在第一段时候要讲盘啊 今天的9月结算 有一些的多单转到10月 对不对 对 你知道多漂亮吗 今天的台子期 电子期 金融期 所有的10月份合约 全部翻成了正价差 更猛的是 还没结算的9月份的摩台纸哦 月底才结算的9月份摩台 也是正价差 所以大盘 稳了吗 值得您思考 选择权的这个部分哦 今天的选择权 发现到看跌的买卖权 减少好多好多 但今天结算有点关系了 不过减少这么多的看跌的买卖权 我不禁想问 结算完之后 外资 刚不是说了吗 卖压减轻 是不是有机会 由卖转买翻多呢 只可惜为太啊 因为那个借券金额又在增加 对 我想接下来 包括像联总会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的结果 还有苏格兰公投的一个结果 目前来看都还没有一个尘埃落地 所以对于外资来讲 当然他还是要留有一部分的一个 避险的一个空单 不管是在期货市场 或者是在借券市场的部分 都有这样子的味道存在 对嘛 因为等礼拜五的答案嘛 所以这些的空单可能短时间 等这个礼拜过后再来说吧 还有一点 在第二段的时候 其分解有叮咛到 美元指数再看过一遍 创新高嘛 那最近有一点点弯头 我昨天有问哦 如果你有看百分百就知道 因为钱到了美国 去抢阿里巴巴的IPO嘛 礼拜五也有答案啦 抢不到的钱就应该要撤回到各国了嘛 所以美元有一点点往下 下个礼拜美元会不会走扁呢 我不知道 但是台币前阵子呢 钱也跑出去了 扁扁扁 直到了今天 结束七扁 转升 或许也是个答案 今天呢 升了2.6分 收在30.134 有没有 七扁 转升 Bingo 从头到尾都是阿里巴巴 所以其分解啊 在阿里巴巴 三种方式让它更有价值了 对 当然是说大家会预估说 它有没有可能提高价格 或是增加发行股数 但是也有可能到最后 还是维持元益啊 那即使是维持元益的话 它的68块美元的认购金额 再加上3.2亿股 它总金额还是会 就是一个218亿 218亿的一个募资额度嘛 那这个额度其实还是非常的大 因为美国今年整个上半年 是400亿的IPO 然后它一家公司就是218亿 在哪二分之一 对 所以它的规模是很大 那包括中国过去以来 所有去美国IPO公司 最大最大的一个是 2010年的中国农民银行 它当时的规模是211亿美元 所以说其实它这次已经破了 上次的一个规模 所以这个规模也已经很大了 那我们要说它这个定价 我觉得说它在往上拉的空间 也不是很大 因为它这个估的话 它的本益比是大概是在 27 28倍左右 那以目前来讲腾讯的本益比 因为前一阵子就是说 因为它也要这个IPO了 所以腾讯的股价也有往上跑 那腾讯目前的本益比 也是差不多在28倍左右 所以其实它现在这个价格的话 就是大概跟腾讯 是差不多的一个本益比的一个价格 所以启文姐我问你 因为跑过去参与IPO的人 都会期待能够价格拉到80几块 如果成如您所说的 阿里巴巴马云它不会拉到81块多的话 那么美元指数今天走软 台币的走强 是不是有些的钱会提前就散出来了 对不对 就不等了嘛 是不是这样 对啊 我是觉得说以台币资金的部分 这个会比较偏视说 在美国的资金 在美国的资金 要不要去买这个阿里巴巴的部分 但是呢 其实整体来讲 真正影响美元的价格 还是当然还是 我觉得还是跟利率是比较有关 所以说你这个国地的移动 它资金流到台 即使它这边 它要把资金移到亚洲来 是不是回台股 或是有没有可能 护港通也会抢一些资金 这部分我觉得也要后续去追踪 不过就是说 假设以这个阿里巴巴 这个案子来看的话呢 虽然说 它的这个募资的金额是200多亿 可是它这个金额挂下去的话 它的总市值 其实是差不多超过1500亿以上 那如果说高于这个数字的话 有可能会直逼2000亿 那如果它直逼2000亿的话 它就已经超越脸书了 脸书目前 大概算2000亿美元 这个一个总市值 那另外 如果说我们说以网路股来讲的话 美国其实最大的是Amazon 对不对 亚马逊 对 那事实上亚马逊 目前总市值在1200亿左右 然后再加上一个eBay 大概是800亿 所以它也超过Amazon了嘛 对不对 对会超过 那Amazon大概是1200亿 然后再加上一个eBay 大概是700亿美元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都还不会 都就是说它有可能会超越这两个公司合起来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在看说 这个阿里巴巴为什么会这么受瞩目 这个科技巨头市值的PK 我觉得意义好重大 前面的前五大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特别点 除了它 其他都是美国公司 阿里巴巴是中国大陆的 所以当然市场会去追说 在美国挂牌中国大陆的阿里巴巴 这也不奇怪了 但是呢 听仔细了 我们掌握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前阵子您听过混水机构吧 这是专门是沽空的 放空的 发那个放空报告的 宇哥啊 就今天这个混水机构 放空机构 瞄准阿里巴巴 这个机构恶名昭彰在于 它专门去放空 中国到美国IPO的公司 那这个创始人叫卡森布洛克 他讲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说 你中国大陆的一个财报不透明 你要欺骗投资人 那绝对是可能的事情 第二个他讲什么 大陆的股票炸气 就像美国矽谷 他特别点名就像矽谷 当时的科技公司一样 跟阿里巴巴那么大会这样吗 他意思就是说你敲竹杠 碰风嘛 就你没有那么多价值 你去卖这么多的钱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就你的价格可能太高了 价格定太高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所以他讲说投资者应该要重新审设 阿里巴巴这个定价 阿里巴巴的定价 那这个混水机构 其实他过去就跟一些 所谓的对冲基金做合作 因为他可以出报告 他本身也有资金 那他把中国的公司 这些不利的消息 把它列出来之后 他在联合所谓的这个 我们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这些对冲基金公司 他去放空这个股票 那放空股票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赚价差 还可以从这些公司里面拿到钱 所以他两头赚 所以这个混水机构来讲的话 他讲 他说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 应该来讲的话 应该要重新审设他的定价 可是他讲说 他目前还没有去 去造假这些资料 他没有列出来 没有列出来阿里巴巴 造假这个资料 但是他隐含了 他说我现在 我还没有放空的这个相关内容 那意思就是说 可能未来会有 他只说提醒投资人这个地方 他可能会去做放空 我举个数字做对比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不要看这个 他光这次拿出IPO 260亿美金 61亿美金 算出来台币是7830亿台币 对呀 可以买大力光 今天可以买2.48个大力光 他光IPO 拿出IPO的这个金额 可以买2.4个我们台湾的股王 所以石方姐 我稍微问一下 因为之前的货水机构放空 秃鹰无所不在 大家请小心 就是秃鹰飞来飞去 有成功有失败 但是我觉得他实在太大了 就像他如果放空苹果 你觉得他会成功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觉得他会成功吗 其实刚刚来讲话 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是中国大陆的公司 真的财报上面的通明度不高 第二件事情 我补充我们刚刚帅哥说的 整个这个时间点里面 阿里巴巴的股东的结构里面 他认为 这个沽空的一个机构认为 你的股东结构会卖股 因为在当时候 马云为什么会有一定的一个争议性 我先跟大家讲 在当时候 大家应该知道 Google到中国大陆里面 他被中国大陆所打压 然后当时候马云 我都说了Google一句话 Google你可以成功 你就是跟美国的政府上面 你关系密切 可是大家要知道 整个阿里巴巴幕后的股东的结构上面 我随便举例一个人好了 江泽民的孙子也是 他当时候批评Google的事情里面 他也是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现在中国当然在打贪 对 那他的股东结构里面 有很多都是之前 达官贵人的小孩或是孙子 我想起来 昨天我们专家那一组 汉未来特别提到 安诚也有讲到 就是那个阿里巴巴 很多的大股东 很多是官二代 所以透过这次IPO 海捞一票 对 也就是说刚刚来讲 我们齐文言谈到说 钱回来 也有可能回来 中国大陆 因为我说他的股东结构就是这些 他可以借助在这一次阿里巴巴的挂牌 钱就洗白了 漂白了 那他怎么做就很难讲 那我再跟大家讲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说这些的孤空机构 也认为阿里巴巴在这一次美国IPO之前呢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有IPO嘛 他就利用海外的 类似我们台湾也有常常讲的 什么维京渠岛什么 他去成立了一个投资公司 也先去买了阿里巴巴 那你说这个会不会获利老杰 有可能啊 所以这种区块上面本来就很难讲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在这个时间里我们谈论到阿里巴巴的财务不透明 或是我们谈论到阿里巴巴的本益比上面的问题 可是他如果跟美国的 所谈的虚拟的一个网购的公司比的本益比上面 他还是比较低的哦 我们先进个广告 透过鼠方姐这么一讲 我才知道原来事情有这么多的妹妹嘎嘎 可是呢 我纳闷的是 既然他已经在美国市场IPO挂牌了 很多的透明度就随之在拉高了嘛 所以呢 突一有这么样简单去狙击他吗 还有一点股东结构 广告前先看一下 阿里巴巴我们为了您 也把他的股权结构列清楚 所以从中两个国家的首富换人了 回到现场之后 听听故事了 还有一点 再追清楚 不是说9月19号 iPhone 6才会开卖吗 中国大陆哦 有一个村庄 满山满谷的iPhone 6 怎么回事